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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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精神其实是希望能够为台湾留下一些典范人物的故事 所以我们每次都会选一些比较特别的文物 那这些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常常是做那个无人在做的事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们也常常是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 可是好像没有很多人认识了台湾的人物 那我们这次的主角是孙里连 那不晓得听过孙里连这个名字的人 在座人可以举一下手吗 不 谢谢 但是他从来没有出现在人叫科书 也没有出现在这些重要的历史作品里面 那我们希望接着今天晚上这个论坛有机会让大家来认识 那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我们有演讲有座堂会 有舞座还有戏剧 是多方式多媒体的方式来让大家来认识这个人物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论坛每年结合这个艺术 音乐舞蹈 然后台湾的故事 特别光滑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 那这是他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来参加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 那孙里连呢 他每一个每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他会做一件事 那我想要邀请大家也来做这件事 虽然在座 如果我知道很多可能就是基督徒 但是这个顺利连啊 不管他在推动任何的一个活动 他第一件事情他会先祷告的 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听世间人在座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自己在这里 那个纪念顺理念 这位美台的参告书 我感谢你让我们做台湾人 在台湾这个土地的行动 来这里核心 希望这几天通过这个活动 我们能让中心理念的精神 给他的故事移起来 然后继续留团 让他更多人来进来 观众这个有意义的王丹 让我带你祝你的手 给你担命再收 祈祷感谢可要所有的名字 我们开始有一个简单的开幕式 那我要介绍一些贵宾 那邀请这些贵宾等一下先到这边来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开幕式 我们这次活动有两个合办的单位 一个是埔里军教医院 来介绍埔里军教医院的前院长 陈恒常医师 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召集人 然后董林晴董事 很快的请他到这边来 另外一个合办公会是介绍总会 那今天他们有不少同工在这边 那欢迎等一下可以的话 同工会能上来尽量都上来 那我这边有名单的 我就先介绍一下 陈安京助长 陈恒常医师 陈安京助长 陈安京助长 陈智三 陈anic 陈安京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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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这次还有 盛望教会的 吴锡梅 陈安京助长 陈安京助長 教育術基金會的王光美館長 不曉得來了 來來 請得到我請問來了 那薛錦鴻先生王春瑪 你是能夠的話 都可以請一請 高雄榮總醫院的洪英中醫師 不知道有沒有在這裡 另外 正南榮基金會 蔡上智的蔡上智副執行長 請到前面好 廣青文降基金會蔡上智的 蔡上智副執行長 然後我們這次和協辦的 還有這個在我們臺北地區的 臺灣基督長有教會的契經中會 跟臺北中會他們的教會與社會部 教社部的很多的部員 有在這裡 請他們也都到前面來 楊勝龍牧師帶頭 有來了 也歡迎來到前面來 那我還有看到那個 臺灣生態者學會的陳思美老師 也在這裡 請他也一起站好 好 我們就來進行蕭老師來 我們的基金會的理事長 蕭老師 那我們就請所有的人 麻煩到前面來幫忙把這個紅色的布 還CUE來就對了 等一下 請那個陪峰來喊一下 好 那就由我這邊來撲下口號 讓我們這一次這個偉大人物用一種 大家都很尊敬的方式來開幕 來1 2 3 拉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是不是這邊有一張很簡單的照片 大家可以在這個 我們這裡面這個重要的主持學畫面上面 有下紀念 好 好 我看一下喔 1 2 3 好 OK 謝謝 謝謝各位來賓 謝謝各位這邊 那我們再打承示範一下 那座堂會今天晚上的 今天晚上的設計是邀請一些 過去曾經跟書領的同事過 或者是參加在他的團隊裡面的 這些同工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被他的記憶 那座堂會完之後 接著有鼓作還有戲劇 這我們今天晚上主要的節目的流程 那要開始這個活動之前 我們邀請兩個 合辦單位的這個代表 來跟我們簡單說幾句話 我先邀請福利基督醫院醫院的陳恒長 陳恒長醫師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大家好 掌長幫您拿個椅子 六年前我到 綠肌教院 當任院長的時候 有人道歉我 所以一定要認識一些 VIP 這些 對 為什麼會有伏擊 所以我就是去認識了這個順利年宣教師 如果我們看他的醫生 他50年在台灣 他前13年是在日據時代 二次大戰的時候 每次戰爭他就回去了 他是最後一個離開台灣的宣教師 但是也是第一個回來的宣教師 那時候他的子女已經十幾歲了 所以他就說他要做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最關心的就是原住民 原住民還有弱勢之族的需要 所以除了孫雅各牧師 我們要從去上海要請寶貝到花蓮來蓋一個音樂以外 他在台灣的地獄中心覺得他要再蓋一個音樂 但是理論上來講他是宣教師的師母 或師母 他不是拿著拆位的資金來做這些事情 他是覺得這些事情應該要有人做 所以他自己募款自己去找人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他是台灣永遠的母親 因為他說我只是一個女人 我做的其實是每一個媽媽在家裡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在從戰後民國37年一直到最後的日 他就從一個用一個非典型的角度來做很多的很多的事情 覺得做一個媽媽如果看到他就會覺得應該要有人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很有幸福利基督教院在這個福利的中心這裡 就是在他這樣的一個期待之下 做做醫療也要做很多的事情 做社區福利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是63年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很驕傲說 我們一直有遵照著他的期待 幫助弱勢 幫助全人的照顧 不只是醫療也要幫助這些弱勢的慢性變 或社區的照顧 或是護理學校或是什麼這些一大堆的 這個幾乎是一個他這樣的DNA 仍然存在這個福利基督教院 所以雖然我們幾乎從來沒有 預算從來沒有平衡過 但是我們總是相信說既然我們該在福利 就是要做那個地方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覺得好像被邀請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文化論壇的時候 就覺得說要出來做見證 他在土基曾經留下怎麼樣的一個意識 我們如何繼續走下去 雖然是在一個偏鄉地區資源缺乏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做那裡最需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樂意來分享我們的一些 這些的見證或是說 他之前在那裡所留下來的這個概念 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繼續跟上帝放工 跟孫力園和最初的這些初衷一起繼續再走下去 謝謝 謝謝陳醫師 我們接著要請介在總會社會資源處的 執判金助長來講幾句話 好 大家好 董事長 鄭老師 還有各位對賓大家好 我僅代表介在總會 謝謝大家今天來一起來觀賞 就是來感受孫師母的在60多年前 留下來給我們的愛跟她當時的一切 我想今天孫師母是今天的女主角 那她不只是今天的女主角 她還是這35年她離開我們以來 在借蔡總會每一位同工的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 我也非常感謝蔡瑞月的文化基金會 在這段時間的努力 他們透過藝術舞蹈還有戲劇 去讓我們帶著我們回到當時 好像磁光隧道一樣帶我們回到當時的情景 讓我們跟大家去感受到當初 孫師母跟我們說她曾經跟我們說 因為我失去 所以我知道 那我想身為母親的我跟各位 也都知道這種失去的這種感動 這種心痛 然後把這種愛帶到台灣來 成為台灣的母親 我也是非常感謝大家可以 也非常期待在未來這三天 可以跟我們一起去重新去感受 過去孫師母是怎麼樣在這段時間 把這份愛帶到我們身邊 那我相信借蔡總會每一位同工 也會繼續秉持孫師母的精神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也感謝上帝在這段時間 在過去那段時間 用這種方式把孫師母帶到我們面前來 我們謝謝大家今天開始 跟我們一起去感受這一份感動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也請一下基金會的理事長 蕭惡婷老師來講這句話 謝謝各位現場的來賓 各位中夥大家好 很高興在這裡 孫理蕾選告書的文化論壇 在這裡特別感謝橫廠院長 一開始為我們對這個歷史 這樣切去讓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也感謝鄭雅恩老師 在這幾年的文化論壇 都是他的掌導 所以我們都很穩穩的 要處理努力的方向 我們都覺得很放心 這次郵員特別要感謝借蔡總會 我們其實覺得借蔡總會 提供我們的一些商品 或是一些文化的資料 讓我們看得比較開放 相關的孫理年宣教室的事故 對他的商品裡面 我可以確實知道 他所作的建立所作的事情 但是要向各位分享 就是說是怎樣要做 因為我感覺 一求二空年代的 一個美國的兩位 就是孫雅各牧師和孫師母 他27歲就決定 在那個二空年代 我們想說那個時代 要去到一個 他不能聽過 還不能經歷過的一個島嶼 台灣來到這個地方 都要來做選購的這個任務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看孫師母的歷程裡面 無論他是四十歲或六十歲 還是來到七十歲 我都一直覺得他是27歲 因為他所作的事情 每一站都是無冒險唱歌 然後帶著什麼來冒險 帶著無穷勁的愛 這個無穷勁的愛是我們的寶貝 寶貝的意思就是說 有人放在那個島嶼 要拿出來亮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幫忙 給我們的憲定位的來賓 無論你幾歲 你都要工作你自己27歲 學生他的精神 我在這裡說到這裡 我希望我們今天 有一個很愉快的夜晚 是這 divergent 準備vitalk se長了 來 Exerc gender 来四十四十四年 是什麼同病是不是 everyone 是 這真的是 在這裡 是 會 一下 一下 說 幹嘛 對吧 那